我们来讲解意识家具组合的画法 首先我们已经完成了线稿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打底笔刷 对整个的空间进行上色 笔刷调的要大一点 这一层呢我们画的是意识家具组合的背景 那背景墙呢是深灰色的 可以说是接近于黑的这样一个颜色 那所以呢第一层颜色上的比较重 那笔刷调大之后笔尖在屏幕上来回的横扫 这样有利于把这个墙面的光感画得比较均匀 如果你的笔刷调的特别小 这个颜色是比较难画均匀的 然后两块颜色重合的地方要多融合几次 就是说我们吸取两块颜色交接的颜色 然后再多画两三笔 这样来回的覆盖颜色就会柔和的比较好 由于这个家具上面有一些黄铜的材质 那么在墙面上就会受到家具产生的一种环境光的影响 所以在墙面上稍微的带一点黄铜色 这我们在画笔锦墙的时候呢 就预先构想好 如果你画完之后再去修改墙墙面的颜色呢 效率上面可能会稍微的低一点 我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在画之前就把这个颜色或者是光线给它构想好 最好是能够一次成型 因为我们画守护效果图的目的呢就是快速的出效果 那现在我打开了后画辅助 新建了一个图层之后呢 在墙面上将墙面的积累 就是这些金属线条 我们给它画出来 这个是一定要开后画辅助的 如果不开后画辅助的话 这种感觉是出不来的 有黄铜的颜色 也有白色 有就是说淡黄色以及白色这样去综合运用 然后来回的重合来回的交叠让颜色相容 动作要快 要稳准狠 不要犹豫 中途断开了 再去画的话 这个颜色就接不上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一次成型 然后这一块画的是家具对墙面造成的一个投影 那这个灯罩呢 它是不透明的黄铜的灯罩 所以它也会有投影 灯的光线是整个的从这个灯体的下方出来 所以是见光不见灯的一种模式了 然后地面是浅灰 地面是浅灰 这个浅灰有一点咖色在里面 有一点咖色在里面 大家可以在课后的时候看我给大家整理的这个素材 这里面呢有这张完成的圆图 看一下颜色 如果你对这个颜色的选取没有数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把成图导入到你的画布上 然后从我的图片上去吸取颜色来画 好 拉出一个举行选框 这个举行选框里面呢是地毯 它的颜色呢是咖啡色 也就是说现在我要完成空间里面的墙面 瓷砖地面 以及地毯三种成分 三种成分 那注意地毯的时候呢 要用地毯的纹理去表达一下 然后地毯上面的明暗 也就是物体的投影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稍微的带出来一点 如果说整体画完之后再去调整呢也可以 然后物体下方的颜色要尽量的画的重一点 物体下方的颜色要尽量的画的重一点 然后再拉出一个举行选框 我们把地毯把地毯的纹理填上去 填上去之后啊 这个时候要注意它是平面化的 我们给的笔刷呢也是平面化的 填完了一个举行选框 我们通过长按拖动举行选框的四个角点 将纹理拖出透视来 再放到地毯上面 那注意这个透视呢 也要符合我已经设定好的一点透视的空间原理 好 现在地毯的纹理已经基本上出来了 那注意要分凸层啊 刚才我这部操作是没有分凸层的 要分下凸层再去拖转 用了两种颜色 一种是很浅很浅的白色 接近于白色这种灰 另外一个呢就是深灰 把两个颜色充分到一起去去用啊 分别表达地毯画纹的明暗关系 然后再把它的透视拖拽到地面上啊 注意它的啊 注意它的这个透视 颜色可以稍微调淡一点 然后把底下的透视的角点往外拖拽 让它的透视关系准确 那透视关系的拖拽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参照你设定好的辅助线啊 辅助线就是你唯一可以参照的一个元素了 那么看图者呢 也是依照你的辅助线啊 来去评价你这个透视准不准 那当然我们最后会把辅助线关闭啊 辅助线关闭 我们依照的辅助线去校正这里面透视关系 那么整个图完成关闭的辅助线之后 肉眼上是基本上看不出来透视问题的 就是些微的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小的这种问题 这个不影响大局 好 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呢 我们开始对家具进行上色 家具呢 我刚才讲过了 它是一个黄铜的颜色 先用达理笔刷打一个底 然后将颜色调亮 那注意这个黄铜 它上面也是有光感和纹理的 纹理的话呢 我们可以借用大理石笔刷来去画 那光线呢 就是用达理笔刷通过明暗的调节来完成 这个上面的纹理呢 我们有横向的把它刷出来 然后上面的把手呢 也是黄铜的 它的颜色稍微重一些 在里面加入一些黑色 让它颜色加重 这样它的这种凹凸的感觉才能更明显 然后再拖出来一个准转框 给下面的这个软包部分进行填色 这个地方的颜色呢 和地毯的颜色是属于同一个色系的 浅咔 然后呢上面多加一些白 那多加一些白 然后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一会用竖线的笔触 给它加点绵暗就行了 就是说有白 然后有有黑 有白有黑 让它有一个凸起的变化 然后有一个凸起的变化 我们画一组之后呢 就向右 去复制这个图层拖拽过去 然后再合并 再拖拽 这样的图层就更面积更大了 那后面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基本上不用上色了 非常的方便 合并 然后再拖拽一个过来 稍微的一个复制 然后呢 再把上面多余的 多余的涂层上面的颜色 给它擦干净 擦干净 然后我们再给它 合并起来 就是说这个 这个元素啊 每一个单元 每个元素画完之后啊 只要这个元素结束了 我们就把它合并起来 节省图层空间 那接下来的话呢 给它的支撑 下面的支撑构件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填色 用了一个自动选框工具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 把笔尖调小之后呢 打开后话辅助来完成这样一步 如果你的线框封闭的非常好 在这里呢 十分推荐大家去 直接去自动捕捉 这样是节省时间的一种方式 然后颜色一定要吸取 柜体上面黄铜的颜色 整个的材质要统一起来 然后上面的光感 通过颜色的渐变来完成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后面的支撑 后面的支撑也给它画出来 那么后面的颜色虽然也是黄铜的 但是它要比前面的受光要少很多 所以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后面的光泽给它降低 降低后面的光泽之后和前面产生了一个明确的明暗对比 这样的话呢 空间就出来了 如果你两边颜色画的一样 虽然说也不影响它的立体感 但是呢 在空间的表达上面 就没有很明确的层次 不推荐 所以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光线对物体空间中的前后关系的影响 即便是相同的材质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要做变化 现在用比较细的笔触和比较淡的颜色的 把柜体上面的受光 也就是高光部分刻画出来 好 接下来对灯进行上色 那么也是用了自动选择工具 它也是黄虫的一种材质 由于它是一个柱体 那么这个黄虫上面 它就自然而然的会将周围的环境 光线这些进行反射 进行反射 那么它这个柱体上面就会形成 很多竖像的这种条状的颜色带 那么这个颜色带 就是表达这种黄虫质感的关键所在了 然后黄虫内部呢 由于它是有发光体的 那么这底下的这一块是要被照亮的 这个亮度 是影响到后面我们要画的沙发 影响到后面我们要画上 比如说大家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然后打开柜子拿出一本书 那是一本书 然后阅读 那么这个灯呢 就是起到一个阅读照明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在灯体的下方 这个下方我们要把光线给它画亮它 也就是用达底笔刷把颜色调浅 尽量接近于白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柜体上面的一部分高光呢 也是来自于这个灯的光线 沙发的颜色和柜体上软包的颜色是比较接近的 那这里的话我们新建一个涂层之后 就用达底笔刷先将沙发整体的铺一层 然后再去修饰 整体的铺一层 然后给它一个基本色 这个这个基本色呢 也是沙发的固有色 然后呢 再去给它增加明暗的快面 逐渐的将沙发的立体感增强 由于这个沙发的角度啊 它是一个侧面 侧面面向观众 那么这个一个角度 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就要格外的去强化它的明暗对比 才能够把它的立体感画出来 因为它是非常接近于立面的一个角度了 就是说灯对光线的这个作用啊 光线落在沙发上 沙发上面该亮的要亮起来 该暗的要按下去 亮的和暗的之间的明暗对比 要适当的加强 这样呢 沙发的立体感才能出来 因为它很接近于立面吧 那么这个沙发上面的明暗颜色 我们就是在稀取沙发的固有色之后 在这个固有色的基础上去调重它 也就是在里面加入黑 降低它的明度 降低它的明度 然后把这个颜色给它不断的加深 一层层的加深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有急性子 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调整 幸福气躁的去画它 是不可能把颜色画得很好的 就是说颜色的过度啊 转折啊这些东西 都需要我们以一种比较平和的 比较有耐心的这样一种状态 去完成 你看这一块凸起 就是通过几个块面的这种交接 画的时候呢要柔和 要注意笔尖的轻重 因为这个颜色也会依据笔尖的轻重 而产生深浅的变化 所以力度上面要控制好 力度上面一定要控制好 虽然说这个沙发看起来没有几个线条啊 但是实际上这张画里面啊 最难画的最考验大家素描关系的一个成分呢 就是这个沙发 因为它的角度是非常的刁钻的 所以能把这个沙发画得很粗彩 也反映出来你对素描明暗的一个掌握程度了 一个掌握程度了 所以要多练习 如果大家第一遍画不出来 现在我给大家展示这个样子了 要多尝试一下 沙发的底座 下面的支撑 这个呢也是黄铜色 过会儿呢 我们会吸取灯罩的这种黄铜色去画 这里呢 是用白色去给沙发的高光进行提亮 这里呢 可以给沙发上面稍微的加一点褶皱 原理呢 就是深灰黑 这样的交替的去过渡它 这样沙发的靠垫呢 就会有褶皱感 然后我们丰富一下这个沙发上的细节 好 将多余脸色擦除 让沙发的形体干净 好 吸取黄铜脸色 我们对沙发的底座进行上色 先用黄铜色给它打一个底 这是基本色啊 也就是它的过游色 就是材质本身的颜色 打完底之后 在上面通过颜色的深浅变化 把块面感 以及明暗表达出来 该亮的要亮起来 那么它的反光高光这些东西呢 都要去处理它 注意颜色一定要和灯罩 还有这个柜子进行协调 然后把投影稍微的加重一下 把柜子下面也要加一些投影 修饰一下细节 好 这张画就完成了 感谢观看